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A户型 A户型它这边也是有一个蛮不错的房间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A户型和B户型的一个区别 就是A户型它下面不是一个权位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一楼有卫生间的话 B户型将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然后A户型还有一个跟B户型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边它是一个稍微短一点的车库 那么如果是B户型的话会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这边我们该有的东西都有 这边也是有一个电车充 然后这边是一个water tank在这里 好,我们继续来这边走 这边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就可以上楼看一下 一楼上来之后这边就是一个衣柜 然后我们都知道在UBC的房子 很少有车库是自驾车库的 所以West Wing这个项目非常的难得 大家且行且珍惜 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townhouse在UBC可以说真的是很少见 然后我们这边看也是一个正餐区 然后这边是整个的一个落地窗 你可以推开之后走到自己阳台上去感受一下 然后这边也有一面窗 然后这边双一字型的 这个用的是一个深色系的B户型A户型都有深浅两个色系选择 这边也是一个转角的一个客厅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drop sitting在这里 里面会有一些管道 那这个冷气暖气都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上去了 总体的一个空间感还是蛮不错的 A户型上来之后也是这样的一个上下叠着的这种洗红衣机 然后这边是一个第二个房间 蛮大的 然后也是转角 这个很明显感觉是一个女生的房间 这边也是有一柜 也是蛮深的 双面窗户采光肯定是超级好的 然后我们走过来这边看一看 这边就是它的主人房了 主窝这边也是一个超高的一个挑高 一个king size的床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它的这个淋浴间在那边 然后这边就比较polygon吧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也是双面的这个窗户 那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衣柜了